大家好 我是阿珠 今天影片我会分享当市场调整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来对付和怎么处理 然后仔细地看 如果我们可以避到市场跌得最差 或者skip了升得最多的日子 这样对我们的回报有什么影响 Disclaimer 这条影片只是为教育和娱乐用途 不是投资意见 不是推介大家去任何金融产品交易 投资的风险一定要自己衡量才进行 那这条影片我就会分开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给长线投资的人 如果我是长线投资 或者没有时间看着市场的话 当市场调整 或者很波动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呢 简单地回答就是什么都不做 吐一口气不要看新闻 不要登入账户看你有多少钱 因为做这些东西只是会增加你panic sale的机会 而当我们在恐慌下做的决定 很多时候是最差的决定 成功的长线投资是靠便宜的时候买 但是当市场跌令到我们恐慌和抛离我们的货 那就会做了相反 很多时候当市场急跌或者调整的时候 我们会想不如沽了一些股票先 等它跌完之后买回 那就可以便宜些入货了 这个想法是很天真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市场何时会反弹 而如果我们miss了去反弹那几天 那就会严重影响我们长期的回报 但用实质的数据用来解释 这个表格是标普500指数 由1930年至21年的回报 每一行是10年的return 第一行这里1930年 -42%return就代表1930至1940 那10年的标普500回报是-42% 接着那一行就是40至50年的回报 如此类推 去到最下就是total的回报 由1930至现时是17715% 即是在这90年内标普500指数是升了170倍 接着我们看第三个column Excluding worst 10 days per decade 即是如果在那10年里面 我们避免了那个decade 即是那10年最差的10日的话 那指数的回报会是多少呢 我们看回第一行 1930至40年 本身标普500就跌了四成的 但是如果避免到最差的10日的话 那回报就变成39% 即是有成80%的improvement 这个数目几合理 因为在一个10年的period里面 如果最差的10日 每一天是跌8% 避免了那10日的话 就代表你避免了跌8成 所以这个回报就由-40增加到加39% 有些年份就更加夸张 例如1950那10年 本身的回报就257% 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去避免了那10年里面的最差的10日的话 那个回报升到425% 高了成170% 而最下的行 如果我们在1930至到现在 每10年都去避免过最差的10日 那么overall的回报就由17,700% 增加到去380万的percent 即是投资升了3万多倍 如果避免到最差的日子 那个回报就增加很多 接着看下如果miss了最好的10日的话 那个回报有什么影响 这个就是第四个column 第一行看1930年 如果miss了最好的10日 那个回报就由-42跌到-79 如果总共这90年来看 那个回报就由17,000的percent 跌到去剩下28个percent 即是这90年如果每10年都miss了最好的10日的话 总共这90年的回报是只有28个percent 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赚到28个percent 那和零没有分别 最后那个column就是如果miss了最好和最差的10日 那个回报是如何 这个图告诉我们什么呢 首先长远来说 投资在美国股票是work的 在近90年它升了17,000个percent 长线投资是依靠市场用来帮你赚钱 这一点很重要 也可能是分别投资和trading 把时间focus在自己工作上赚多些钱 令到你可以做多些的长线投资 滚大的雪球 调转如果目的是在短时间 拿到高于一般的回报 也称为super performance 那就要靠trading Anyways 进回正题这个table 第一点就是美国股市long term 历史以来是会升 去到这里提醒一下分散投资的好处 这个是标普500的回报 个别股票可以不同 例如你这么不幸 买了一只行X 它跌了42%之后 有可能不会上回来 在美国股市都有这些股票的 可以跌完之后继续跌 永远不上回来 所以长线投资分散下注 买不同的行业 或者买指数etf就很适合了 广库的指数etf 例如标普500那样 长远来说它的升幅是来自美国经济的增长 因为指数里面的公司全部都是资本主义 大家的目的是赚钱为主 还有法例的保证 这家公司赚到的钱就是属于它的股东 所以当经济增长 公司增长 得益的就是拿着资产的股东 但是在其他系统下 例如不是资本主义的系统 或者公司的primary objective不是赚钱的话 就算那个国家的经济有增长 得益那个不一定是股东 接着第二点 这个table比较重要一点的点 就是如果你miss了每10年最好那10天 你总共的回报就由17,700%跌到28% 有些报告讲到这里 就会利用这一点用来解释 为什么长线投资我们应该buy and hold 不要吹来吹去 为了我们避免不小心skip最重要的日子 就是升得最多的日子 那我们的投资回报就会严重减低 但是我就觉得这些报告不够全面 因为有什么理由只是看如果miss了最好那10天 我们的回报会跌多少 而不同时看如果我们避免跌得最劲那10天 那回报会增加多少呢 就是好像说一场球你得不到分就会输 但是不考虑对手得不到分 有可能大家都得不到分打和 同样如果我们miss了赚得最多钱那10天 可能同时我们会避免跌得最劲那10天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回报不只是打和 看回图表的最后column 如果我们miss了最好和最差那10天 总共的回报是由17000升到27000 如果我们两边都考虑的话 是不是代表我们不一定要buy and hold 而可以买出买入呢 如果想继续听阿猪深入一点的研究 觉得这条片有兴趣或者帮到你的话 就请你按个like和subscribe 用来鼓励我拍多些这类型的影片 说回刚才那里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避免 最好和最差那10天 将回报大量增加 甚至只是避免最差那10天 令到回报由17000增加到380万呢 这一点就要想心一层 我们可不可以避免到最差那10天 经验告诉我 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我用逻辑用来解释 在市场10年里面跌得最差那几天 一天可以跌8-10% 这就是跌得最差的日子 为什么一天可以跌那么多呢 因为市场上没有人遇到会发生 倒转如果很多人都expect会发生的话 它就不会跌那么多 因为大家会preposition 觉得它跌的话就会固定股票或者做空仓 所以要成为跌得最多的日子 它们就一定是估不到的时候发生 正如食神给你估到就不是食神 实际上的例子有911 雷曼 恒大 肺炎 你可以说恒大和雷曼 大家都估到会发生的 但你估不估到哪一天它会爆煲 哪一天令到市大跌呢 不会 所以逻辑上市场跌得最多的日子 就是我们估不到它会跌的日子 那倒转呢 如果我们避不了跌得最金的那些 要避过跌得最多的日子 刚才就解释了是非常难 但倒转原来要避过赚得最多的10天 原来不是那么难 还要很多伸手都做得到 为什么呢 你很快就会明白 在一个10年时间里面 升得最多的10天 一般是8-10% 那有什么需要发生 才可以令市场升这么多呢 其实是很难的 就算中央银行减息 做到一个QE 这些新闻出的市场 都不会一天升10%那么多 至少不是美国市场 因为一个这么大的股市 说着美国的标普500指数 升的时候它要慢慢发生 大跌就可以跌得很急 因为严重影响到股市的事件 是容易发生过严重 安助到股市的事件 例如如果有人射个核弹去美国 股票市场就会合理地一天急跌 调转如果美国射个核弹去别人那里 市场不会急升 或者这个不是正确的opposite 美国被人射核弹的相反应该是美国被人射一个负的核弹 就是negative一个核弹 which在真实世界是发生不到的 还有其他事件可以令到股市急射 雷曼爆煲 当时是有机会令到整个金融系统瘫痪 所以市场合理地急跌 但是这些又是没有调转的 雷曼不可以做爆煲的相反 或者做一些事情令到financial system 在短期内大步进步 就是你怎么想都没有 坏的事就可以很快发生 但是好的事要慢慢develop 所以股票市场很难一天升十几个percent 但是如果你看回历史 在一个十年时间里面 最好的十天的确是可以升一成 但是它们什么时候发生呢 我现在就show给你看 我用bloomberg用来拿标普500指数 由2000年至到现在每一天的回报 接着我就sort最低和最高 最差的一天就是3月16日2020年 当日标普500跌了12% 第二差的一天就是3月12日跌了9.5% 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 上年是肺炎 当时纽约的情况很恐怖 现在我们将table调转sort 这段时间里面最好那几天 头两名是08年 一会再说 第三第四名 第五名都是3月13日至24日 就是同一段时间 和最差的两天过了一个礼拜 就去到23、24日 在那个图上 那时的走势是这样 第二个case 升得最多是10月08年 那时是雷幻 跌得最多其实都是那段时间 看回刚才跌的table 第三名 10月15日 10月9日 所以从此见到 升得最多的那些日子 是经常在跌得最多的日子后发生 是在这些时候 整个指数才可以升那么多 是因为之前oversold 加上市场还没稳定 所以当它反弹的时候 就可以升那么多 那为什么刚才我说 那些新手容易避了 升得最多的那些日子呢 就是因为市场跌得很厉害 这些新手不知道怎么做 跌之前又预测不到会跌 跌着的时候又希望去反弹 到跌到忍不住的时候 就跟自己说斩了仓先 等市场再跌多些 然后买回 但谁知道 越跌得急的情况 越令到人恐慌的情况 市场跟着反弹的速度 就越快越大 抛光货之后 没多久就反弹 还要一天大幅地升 如果投资心态不够稳固 见到市调整 就抛走所有货 连着长线投资 这样就会令到这个人 避过了市场升得最多的日子 长期这样做的话 回报就会好像table 第四行excludingbest 10 days 这样 所以不是经常看着市场的人 或者不懂用技术分析 用来预测市场什么时候会调整 那当你看到市场已经跌了之后 很可能那时反应 即是那时沽已经太迟 还要那时抛货 可能过几天市场就大反弹 令到跌得最低的那些就吃了 但升得最多的日子就错过了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 什么都不做就最好了 如果是长线投资的话 当我说长线投资 我说的是10年20年我不需要用的钱 这一点重要的 长线投资不单止是你看好那个资产的长线表现 还要是在那段时间里面 你是不需要按钱出来的 例如如果你挣了钱用来买一些ETF 和自己说这个是长线投资 我看好市场20年后会高一点 但是三年后你就要拿钱出来买楼 逼着要沽 虽然你是有一个长线的view on市场 但是钱你三年后就需要 所以这个不算长线投资 用相似道理 如果是借钱用margin用来买的股票 我都不会当它是长线投资 或者反过来说 在我的long term portfolio 我不会借钱用来买东西 因为如果股市大跌的话 我就会被迫斩仓 坐不定那20年 所以这一部分我说的是真正的长线投资 而当市场大跌急跌的时候 在这个投资组合 如果我有现金的话 我就会用它用来average down 趁便宜吸货 那我会吸什么呢 通常是广阔的指数ETF 因为它们简单流动量又高 简单的意思是 当市场急跌 例如去年肺炎那样 在短时间内 我未可以做足功课 用来知道什么行业和公司 会被这个事件影响到 所以在这个时间 除非我很了解的公司 是不会被这件事影响到 如果不是买Diversify的ETF就稳妥一点 这个就是我 一半身为长线投资者 当市场调整的时候会做的事 而我另一半的身份 身为一个trader 在我的交易组合那边 如果市场调整 我会怎么做呢 就去patreon解释 走之前记住按个like 今天就这样 下次再见